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3月30日投票决定 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 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并伪造商业记录仪式起诉特朗普 他将成为首个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特朗普可能面临30余项涉及商业欺诈的指控 特朗普预计将于4月4日前往纽约市接受提审 根据纽约法律 伪造商业记录通常是轻罪 但如果相关伪造是为了掩盖另一个罪行 可以升级为重罪 特朗普同时面临多项调查 包括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调查他处理机密文件和在国会骚乱中扮演的角色 乔治亚州调查他干预选举等 这些调查都有可能导致刑事起诉 特朗普本人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就被起诉一事进行回应 称这是历史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 此次对特朗普历史性的起诉 可能将对2024年总统选举乃至国会选举都产生广泛影响 尽管受到起诉 特朗普仍可以在2024年竞选总统 但封口废案将会让选战变得更加复杂敏感 也让两党的斗争更加白热化 4月1日起 美国各州将开始取消大约1500万人的Medicaid白卡资格 目的是削减在疫情期间急速膨胀的人数 一些州已经开始了取消注册的过程 据美联社报道 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爱达河州、爱荷华州、新汉布尔什州、俄亥俄州、奥克拉厚马州和西维基尼亚州 可能在4月份立即将不再符合资格的医疗补助计划成员移除 但并不是所有不符合资格的人都会立即退出该计划 因为各州设定了不同的时间表来重新检查医疗补助计划所有者的资格 加州大约从6到7月份开始 预计大多数州需要花费9个月到1年的时间来完成合适的过程 医疗保健倡导者敦促受益者更新其联系方式 包括家庭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等信息 州政府会将更新的表格寄到家里 至少有30天的时间来填写 如果没有填写 州政府将有权将你从医疗补助计划中删除 失去Medicaid保险资格的人 可以通过评价医疗法案的医保市场来获得医疗保险 3月31日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通胀削减法案中 关于电动汽车拟役的规则指南 以确定车辆需符合什么样的要求才能获得税收补贴 为了让税收抵免规则具备更大的确定性 财政部上月公布了对电动汽车售价的要求 电动轿车的售价必须低于5.5万美元才能获得税收抵免 电动面包车皮卡和SUV的价格上限则为8万美元 在这个基础上 今天新增的规则指南将7500美元平均分成两份 分别对应关键矿产要求和电池组件要求 即每符合一项可获得3750美元 两者皆符合就可获得全额的7500美元税收抵免 另一方面 洛杉矶县输溃金计划将为微型及小型企业和非盈利组织 发放6800笔免偿还补助金 最高可收到2.5万美元 5月20日截止申请 民众可到Economic Opportunity Grant EOG项目官网 进行详情查询及申请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3月31日印发通知 即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外国人入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 通知要求 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稳妥有序推进旅行社恢复经营外国人入境团队旅游业务工作 指导本地旅行社同境外旅行社做好线路设计和产品对接 落实好各项防疫要求 要求旅行社严格落实团队旅游管理各项制度和规范 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质量 切实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展示中国旅游的良好形象